第二零零仗,我要杀你,小说,逆天至尊,作者,枯雅宇木,第两千零仗,我要杀你,两人实力都很强,先出其不易解决掉一个,再全心对付另一个,谭云脑海中闪电般闪过这个决定后,扬装成一副惊恐的模样,咆哮道,老子今日和你们拼了,就算死,也要拉你们一个垫背, 谭云立即将手中挺接太低的鸿蒙式神剑收回,招手间,将地上掉落的一柄神剑射入手中,对身后,斩来的一刀刀万丈剑芒不管不顾,持剑朝前方的赵远龙冲去,不自量炼,高达一万八千丈的赵远龙,神枪一翻,脱手而出,犹如灵动的毒蛇,带着一股血液,从谭云腹部刺入,自后背血淋淋地洞穿而出,啊,我不敢,我不敢, 谭云被赵远龙用神枪挑起,发出了震耳欲龙的嘶吼声,罗尼去死吧 赵远龙紧握刺入谭云小腹的神枪,残忍地旋转枪身,绞杀谭云腹部,顿时血流入住 噗哧,赵远龙从谭云体内抽出的刹那,身负重伤的谭云,装作无力而立,朝虚空坠落 噗哧噗哧,这时,从身后,杀来的柳凤一旁剑芒,笼罩住了谭云的身体,历时,血肉横飞,除了谭云脑袋完好无损外,颈部以下被残忍的灵池 噗哧,柳凤猛然平行挥出一剑,血液喷剑中,斩飞了谭云脑袋 谭云头颅朝虚空坠落之际,柳凤叮嘱道,赵师弟,灭了他魂胎,将脑袋留着,我们要回去向米师姐覆灭 哈哈哈哈,没问题 赵远龙朗笑着,俯冲而下,手持神枪朝谭云眉心刺去 这一刻,无论是赵远龙,还是柳凤等人,都认定大局已定 然而,令众人惊悚的一幕发生了 嗡嗡 顿时,鸿蒙虚空中时间,空间之力急速震荡 谭云原本洒落虚空的血肉,居然在时间倒流中再次重组 而谭云掉落的脑袋也消失 瞬息之间,谭云完好如初地出现在了,正在俯冲而下的赵远龙后方虚空中 嗯,人呐 赵远龙望着下方空无一物的虚空,瞪待了双目 震惊之时,他左侧虚空中传来了柳凤发自心灵深处的惊悚之色 赵师弟有诈,快躲开 赵远龙想要躲闪时,一股狂暴的杀意从身后虚空中将他吞噬 他还未反应过来,便感到后背如遭垂击 却是谭云一拳轰在赵远龙后背 碰,咔嚓 历史,高达一万八千丈的赵远龙后背皮肤炸裂 粗壮的脊骨化为了粉碎 哇 赵远龙五脏六腑矩阵,七窍流血 随着几股碎裂,他身体如同泄了气的皮球,感到四肢无力 身体坠落虚空时,手中长达两万丈的神枪脱落右手 嗡 虚空布满了蜘蛛网般的裂纹 却是谭云将鸿龙霸体施展到了极致 体型暴涨到了三万丈之举 给老子过来 谭云猛然伸手,将赵远龙的神枪射入了手中 旋即,谭云手持神枪,以迅雷不及之态,带着喷涌的鲜血,刺入了其小腹 同样的动作 谭云此刻的动作,和方才赵远龙对待谭云的举动一模一样 谭云踏空而立,手持神枪,将软绵绵的赵远龙提了起来 血液从其体内顺着神枪枪杆潺潺流下,格外的圣人 望着这一幕,远处鸿蒙虚空中的五名祖黄晶六重弟子 和祖黄晶七重的张润吓得直哆嗦 他们到现在还想不通,谭云方才明明死了,怎么还会复活 谭云,你卑鄭远龙虚弱地咒骂道 若非我大义,你根本不是我对手,你不是,你不是 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死定了 谭云冷漠无情,柳师姐,他一定不是你对手,为我报 仇字未落,谭云体内一股雷属性的鸿蒙祖王之力 疯狂涌入了雷属性的神枪内 碰,地一声沉闷巨响 神枪内爆发出一盆雷光,将赵远龙吞噬 其身体爆碎开来,化成了漫天血液,碎尸洒落一地 俯视着地上的碎尸,柳凤抿着红唇,美眸中闪烁着盈盈泪光 悲伤道,赵师弟,你放心,我一定为你报仇 柳凤克制着,不让自己泪水流出 他缓缓抬头,望着谭云的泪眸中流露出无尽的杀意 谭云,你可知道,在我柳凤心中 远龙不仅仅是我的师弟,还是我的弟弟 我今日,不带柳凤话罢 谭云接下来的一句话,把柳凤气得发狂 哼,既然你们关系这么好,那你还活着作甚 谭云冷笑道,你倒是自问,去陪他 啊,柳凤发出一道刺耳的尖叫 谭云,我不管你这个畜生,为何懂得传说中的时间倒流 今日我都要杀了你 此刻,谭云后方鸿蒙虚空中的张润和五名祖黄金六重的弟子 早已被谭云吓得六神无主 谭云迷视柳凤,将手中的神枪一丢,力声道 有本事你就来吧 天门风剑神诀 柳凤施展了自己最强大的功法 一股谷风之祖黄之力,宛如游龙,自他体表玄绕 我要杀你 柳凤持剑朝谭云杀去,速度暴增,令谭云如临大敌 咻咻咻 呼吸间,柳凤出现在了谭云身前 浩万旋动 一道道万丈风之祖黄之力的剑芒 宛如六朵巨大的莲花,从四面八方朝谭云笼罩而去 六朵剑芒组成的巨帘,威力之强 使得整个鸿蒙虚空,布满了蜘蛛网般密密麻麻的裂纹 鸿蒙神波 嗖嗖嗖 谭云凌空倒退闪烁 躲过了从身后笼罩而来的一道剑芒巨帘的刹那 那朵巨帘剑芒,骤然分解成为三十六道剑芒 闪电般朝谭云暴刺而去 速度之快,谭云根本无法全部躲避 噗嗤,噗嗤,谭云躲避中体表凝聚出了鸿蒙足甲,开始躲闪 然而,鸿蒙足甲面对斩来的剑芒,如同纸壶的一般被十数道剑芒斩裂后 谭云双臂,双腿,胸膛血液缠缠,留下了十数道深可见骨的巨大伤口 而此刻,剩下的五道巨连剑芒,已从谭云头顶,左右两侧,身前,下方狂暴的围攻而至 千军一发之际,谭云一道道陈鹤震而欲龙,五行灭神拳 五行图神掌 历史,鸿蒙虚空中,澎湃出了浩瀚而璀璨的金木水火土之力 浩瀚的五行之力,自谭云下方鸿蒙虚空中,幻化出一只二十万丈的五行灭神拳,和一只摩天五行图神掌 本章完 第2002章 极为恐怖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芽与木 五行灭神拳轰然而下 朝谭云下方笼罩而来的巨连剑芒轰去 五行图神掌紧随而至 死亡碎神变 谭云一念之间 一颗米粒般的乌黑光点 自右手中浮现而出的刹那 骤然暴涨 变成了一条长达六万丈 乌黑的死亡碎神鞭 嗡嗡嗡嗡 山岳般的谭云 右手急速舞动死亡碎神鞭 历史 一道道鞭影 自他体表交织成了一棚边墓 将他笼罩其中的同时 带着军烈的鸿蒙虚空 朝头顶 左右两侧 身前的剑芒巨连 黄暴的抽去 几乎同时 死亡碎神鞭 抽在了四朵剑芒巨连上 而这时 朝下方轰去的五行灭神拳 也导中了那朵剑芒巨连 轰隆 轰隆隆 随着一阵阵巨响 死亡碎神鞭 将谭云上方 前方 左右两侧的四朵 剑芒剑芒 抽爆开来 而死亡碎神鞭 也溃散于空 谭云下方虚空中的五行灭神拳 导中那朵剑芒巨连时 便轰然破碎 反观剑芒巨连依旧完好无损 只不过散发出的 狂暴气息骤降 碰 第一声阵龙发挥的巨响 五行图神掌 拍中了剑芒巨连 和剑芒巨连一同溃散 消失无形 修修修 此刻 谭云上空 前方 左右两侧的四朵剑芒巨连 虽然爆碎开来 可是却化成了上百刀万丈剑芒 杀 柳凤左手掐发绝 右手持剑隔空一挥 历史 上百刀万丈剑芒 急速融合成一道 长达六十万丈的摩天剑芒 带着狂暴而刚猛的气息 朝谭云当头斩去 摩天剑芒死死地锁定住了谭云 给谭云避无可避的感觉 好强 谭云脸色骤变 心声大喝 时空灭神刀 刀碎诛天 伤痕累累的谭云 剧童中流露出了疯狂的战役 顿时 鸿蒙虚空中 一股股浩瀚的时间洪流 宛如巨谱从天而降 哗啦啦 同时 随着惊涛骇浪之音 一片由空间之力汇聚成的狂潮 自鸿蒙虚空中 急速涌向了时间洪流 空间之潮和时间洪流 急速凝聚成一把 长达十万丈的时空灭神刀 弥漫着时间之力的时空灭神刀 仿佛无视时间 空间的束缚 从天而降 朝斩向谭云的六十万丈剑芒劈下 碰 时空灭神刀劈中摩天剑芒时 震耳欲聋的巨响 肆虐着鸿蒙虚空 在谭云骇然的目光中 时空灭神刀 宛如陶瓷般急速碎裂 反观摩天剑芒 只是布满了一道道巨大的裂纹 依旧朝谭云暴斩而去 从摩天剑芒散发出的恐怖气息判断 自己肉身根本无法抵挡 一旦被斩中 后果不堪设想 谭云 你这个畜生死定了 别做无谓的挣扎了 柳凤在说话时 心中震惊万分 他怎么都想不到 面前这个连杂役弟子都不是的青年 不仅可以操控五行之力 而且还可以驾驭风雷 时间 空间 死亡之力 即便是亲眼所见 他依旧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死定了 谭云冷笑连连 不杀你 我怎么舍得死 莫非他还有底牌 柳凤暗寸时 随即发生的一幕 令他愈发震惊 空间囚龙 谭云知道自己根本无法躲闪 也来不及施展剑决 只能施展一年 才能施展一次的神通 空间囚龙 嗡嗡 谭云凌空倒退中 四周鸿蒙虚空中 空间之力 骤然变得狂暴起来 如同废水滚滚 当即 朝谭云 斩去的摩天剑芒 速度骤降 秀 当布满列文的摩天剑芒 即将斩中谭云时 在空间囚龙中 彻底静止了下来 你 柳凤难以置信地 瞪大了双目 脱口而出 你这是什么神通 剑人 你说呢 谭云踏空而立 硕大的拳头 猛然捣中了 静止的剑芒 摩天剑芒 顿时四分五裂 听着谭云 羞辱自己之音 柳凤彻底怒了 我看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嘞 受死 天门风剑神诀终极式 狂星辰剑斩 柳凤妙慢的体内 澎湃出了海啸般的 风之祖皇之力 滔滔不绝地 涌入了手中的神剑之中 嗖嗖嗖 柳凤嘴唇 无声而动念着口诀 身体自虚空中 呈环形 急速闪烁之际 体内再次爆发出的 风之祖皇之力 自他环绕的鸿蒙虚空中 凝聚出了一颗 直径万丈的星辰 去 柳凤停止移动 右手一挥 手中神剑 射入了由风之祖皇之力 凝聚而成的星辰内 旋即 柳凤盘息而坐在 鸿蒙虚空中 双手自虚空中 划出一道道 玄奥的轨迹 猛然朝万丈星辰 隔空一推 历时 鸿蒙虚空中 狂风大作 那万丈星辰 带着轰然崩裂的虚空 朝谭云轰去 速度之快 令人扎舌 同时 那由风之祖皇之力 凝聚而成的星辰 所散发出的 狂暴气息 令谭云感到窒息 也感到了死亡 来临前的恐惧 鸿蒙是神剑诀 谭云神色 前所未有的凝重 额头上布满了 窦大的汗珠 随着施展剑诀 谭云发丝飞扬 气息疯狂暴涨 急速攀升到了 祖皇境五重 直逼六重时 才停留下来 与此同时 谭云硕大的脑袋上 焚烧起来 飘渺的火焰 却是谭云焚烧了 鸿蒙祖王魂 谭云五官扭曲 耳鼻出血 他深知生死存亡的 时刻到了 自己务必拼尽全力 殊死一搏 咻 一道烟红的嗜血神花 自谭云身前凭空而出 飞入口腔入肚的瞬间 谭云体内血液彻底沸腾了 实力再次暴增一成 即便如此 谭云都没有把握 能击杀柳凤 好 浑身是血的谭云 发出一道野兽般嘶吼 双目赤红 施展了鸿蒙式神剑法 最强大的神通 鸿蒙式神 九式诛神 谭云自鸿蒙虚空中 犹如鬼魅闪烁 体内猛然朝冲来的 风之祖皇之力 凝聚而成的星辰 隔空挥出九剑 修修修 顿时 九道长达十万丈 蕴含着五行 风雷 时间 空间 死亡 光明祖王之力的剑芒 急速穿梭在鸿蒙虚空中 疯狂地朝星辰斩去 杀 盘西尔坐在鸿蒙虚空中的柳凤 发出一道刺耳尖锐之音 舞动的双掌 隔空推出的刹那 一股股浩瀚的风之祖皇之力 宛如一条条神龙 轰然隔空 钻入了星辰内 紧接着 极为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本章完 第2003章 活下去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语目 轰隆隆 随着一道巨响 那万丈星辰疯狂膨胀起来 直径竟然达到了30万丈 并且 星辰内散发出的气息 愈发的狂暴 星辰内传出阵阵巨响时 盘西而坐在鸿蒙虚空中的柳凤 不知为何 脸色煞事变得苍白 嘴角溢出一缕缕血液 显然还无法完全驾驭 天门封神剑决的终极式 狂星辰剑斩 事实的确如此 他的确还无法驾驭 当时 他却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方才他施展的六朵剑芒巨连 已是他所能驾驭天门封神剑决中 最强大的攻击 然而 他发现却被谭云破解了 若想活命 若想杀谭云 他知晓 唯有破釜沉舟 施展狂星辰剑斩 扑 扑扑 柳凤莲喷出三口血液时 直径20万丈的星辰顷刻间 布满了触目惊心的裂缝 仿佛其内有恐怖的存在冲出 红隆崩 下一瞬 星辰暴碎开来 一道长达十八万丈的风之祖皇之力 剑芒宛如狂暴的凶兽冲了出来 朝谭云暴刺而去 剑芒所过之处 鸿蒙虚空竟然在小范围内彻底崩塌 剑芒散发出的气息 让谭云感到了绝望 这还是谭云进入至高祖界起 第一次看到虚空崩塌 尽管崩塌的范围很小 可的确发生了 由此可见 狂星辰剑斩的威力之强 嗡嗡 虚空震荡之际 九到十万丈之巨的鸿蒙是神剑芒 飞蛾扑火般冲向了狂星辰剑斩剑芒 碰 滚滚音波四散开来 第一道鸿蒙是神剑芒 被狂星辰剑斩轻而易举地刺得崩碎 碰碰碰碰碰 随着五道急促的巨响 狂星辰剑斩势如破竹的 又彻底摧毁了五道鸿蒙是神剑芒后 气息大将朝 剩下的三道鸿蒙是神剑芒抱刺而去 轰隆 轰隆 巨响肆虐着谭云的耳膜 顷刻之间 最后三道鸿蒙是神剑芒土崩瓦解 从狂星辰剑斩剑芒将第一道鸿蒙是神剑芒击溃 到第九道鸿蒙是神剑芒瓦解 瞬息之间完成 狂星辰剑斩剑芒继续朝谭云刺去 谭云并未企图施展鸿蒙神步躲闪 不是他不想 而是狂星辰剑斩的速度着实太快了 根本躲闪不及 哇哇哇 盘歇而坐在鸿蒙虚空中的柳凤 喷出大口血液 他摇摇欲坠 愈发苍白的脸色 写满了笑意 那时胜负一分 大局已定的笑意 哈哈 柳凤声音虚弱地冷笑道 谭云 我承认你的确很强 强大的令我恐惧 可是很可惜 你依然要死 赵师弟 你看到了吗 师姐马上就要为你报仇了 谭云眼神中流露出疯狂的战意 贱人 你别高兴得太早 给我碎 谭云嘶吼一声 体内鸿蒙祖王之力 疯狂地注入到了双臂内 双拳朝暴刺而来的 狂星辰剑斩剑芒 同时轰出 砰 当谭云硕大的双拳 轰在剑芒的剑尖上时 感到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 涌入了双拳内 接着 谭云感到一阵剧痛 血液弥漫中 硕大的双拳 便暴碎开来 同时 黄星辰剑斩剑芒 自虚空中 决裂一颤 虽然威力锐减 可依旧 将谭云双臂刺暴碎后 刺向谭云胸膛 咔嚓 咔嚓 清脆而慎人的骨裂声中 谭云胸膛血液喷波而出 树根肋骨碎裂 原本谭云想硬汉剑芒后 在施展神通光明之源 瞬间恢复伤势 再轻而易举地灭杀柳凤 可这一刻 谭云有种预感 自己无法硬抗住剑芒 若再不施展光明之源 恢复伤势 来抵挡剑芒 自己会死 管不要这么多了 先恢复伤势 保命要紧 光明之源 千钧一发之际 一团直径数万丈 散发着浓郁生命气息的光明之源 宛如一轮骄阳 浮现在了谭云头顶上空 这是 柳凤笑容瞬间冻结在了脸上 在他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但见光明之源破碎后 如乳般的一盆液体 散落而下 笼罩住了谭云 瞬间谭云全身伤口恢复如初 更令柳凤感到震惊的是 谭云失去的双臂 双手 居然重生 变得完好无缺 我想起来了 你是不朽古神族神通光明之源 还有方才的时间逆转 空间囚龙 都是不朽古神族的神通 想到这里 柳凤对着观战 而瑟瑟发抖的六名师弟 神色焦虑到 谭云是不朽古神族 他很强大 你们快一起上 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他 否则 我们都要死 柳凤画霸 竟然也自焚祖黄魂 口腔内不停喷着血液 不要命地将体内封支祖黄之力 隔空注入到了不满绝大裂纹的 狂星辰剑斩剑芒内 顿时 狂星辰剑斩剑芒 光芒大圣 犹如实质性的巨剑 朝谭云胸膛刺去 好 谭云发出一道野兽般的嘶吼 莫然 张开巨大的双手 死死地握住了剑芒剑尖的两侧 企图阻止剑芒朝自己胸膛刺来 啊 谭云发出一道痛苦之音 他双手在握住剑芒剑尖两侧的刹那 一股股狂暴的力量涌入双手 双手皮肤炸裂 血肉脱落 变成了血淋淋的骨骼 可即便如此 谭云双手骨骼 依旧紧握着剑芒的剑尖两侧 纵使这般 谭云也未能阻止 剑芒对胸膛的入侵 咔嚓 咔嚓 谭云肋骨崩断 五脏六腑遭到重创 蹊跷流血之际 锋利霸道的剑芒剑尖 深深地刺入了谭云胸膛 谭云赶到一阵天玄地转 在他认定自己必死无疑时 那狂星辰剑斩剑芒 终于后继无力 溃散于空 破 虚空中盘息而坐 摇摇欲坠的柳凤 望着朝谭云后背 飞去的六名师弟 虚弱而急促喘息道 他 他伤势也很严重 快 快杀了他 否则 我们都得死 六人文言 遏制着对谭云恐惧 把心一横 纷纷附和 听柳师姐的话 我们和他拼了 对 和他拼了 否则我们都得死 于是乎 五名祖皇进六重的弟子 和祖皇进七重的张润 竟也自焚了祖皇魂 各显神通 朝谭云后背杀去 此刻 伤势极重的谭云 在生死攸关时 他忘记了伤痛 心心中唯有一个信念 那便是杀光敌人 活下去 本章完 第2004章 岌岌可危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雨木 好 谭云颤微微踏空转身 望着气势汹汹而来的六名精英弟子 他一双巨铜中燃烧着熊熊怒焰 一字一顿道 全都给老子去死 由于谭云脏腹遭到极其严重重创 他每张口说一个字 便有一股血液喷出口腔 模样惨烈程度 不忍直视 苍骨 谭云虚弱之音响起时 鸿蒙是神剑苍骨飞出了谭云眉心 射入谭云只剩下骨架的右手中 鸿蒙图神剑绝 五行破灭 谭云血淋淋的身躯内 涌出了五行祖王之力 注入到了手中的鸿蒙神剑内 谭云也想施展 鸿蒙图神剑绝中 威力比五行破灭更加强大气脉绝杀 九脉事先两大神通 可是 他着实伤势太重了 只能施展无形破灭 同时 谭云有九成把握 施展无形破灭后 可以将张润六人灭杀 因为首先 谭云在鸿蒙图神剑阵内 施展无形破灭的威力 比外界暴增了三倍 其次 谭云不仅自焚了鸿蒙祖王魂 还服用了一朵嗜血神花 使得实力提升了一成 谭云判断 即便自己身负重伤 但是也应该可以灭杀六人 咻咻咻 浑身是血的谭云 手持鸿蒙式神剑 自虚空中吃力地挥出了五剑 刹那间 金木水火土五种不同属性的剑芒 自鸿蒙式神剑内 蹦射而出 自鸿蒙虚空中 和五归一 凝聚出一道长达十万丈的五行破灭剑 嗡嗡 在五行破灭剑芒 划过鸿蒙虚空 朝六人斩去的同时 谭云只剩下骨骼的左手 猛然隔空一推 行声虚弱道 宾儿 快困住他们 哪怕困住他们 一瞬间都可以 是主人 随着一道动听之音 一束冰蓝色的光束 散发着冰寒刺骨的气息 从谭云左掌内骤然钻出 自鸿蒙虚空中 宛如星星之火闪烁着 张润呐喊道 各位师弟 我们联手攻击谭云那散发着五行之力的剑芒 好 另外五人应声之际 鸿蒙冰宴率先蹦射响六人 自鸿蒙虚空中 骤然暴涨到了百万丈之巨 笼罩住了六人后 化成了一座悬浮在虚空中 巍峨冰山 将六人冻结其中 给我破 张润大鹤 体内爆发出了雷之祖皇之力 历时 百万丈冰山轰隆 一声暴碎开来 自鸿蒙虚空中 化成了一簇簇 鸿蒙冰宴 咻 当六人冲出破碎的冰山时 五行破灭 轰然斩来 快迎接 随着张润焦急的呐喊 另外五名弟子和张润一起不停地释放出一道道不同属性的剑芒 朝轰斩力的五行破灭剑芒斩去 下一刻 发生一幕 令张润六人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啊 怎么会这样 他的剑芒 为何如此强大 他已经被柳师姐重伤 为何实力还这么强大 不 砰砰砰 在六人惊悚 恐慌的尖叫声中 他们无助眼神定格在了鸿蒙虚空中 随着急促而震聋发聩的阵阵巨响 他们发现自己的剑芒 面对五行破灭脆弱的可怜 被摧枯拉朽的轰碎 谈云饶命 饶命 不 张润耳畔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却是他身前的五名师弟 在五行破灭剑芒的吞噬下 化为了五团血舞 魂胎当场灭亡 望着朝自己斩来的五行破灭剑芒 张润吓得拼命躲闪 砰 啊 张润躲闪中 杀猪般的哀嚎声突然中断 最终还是没能跳脱死亡的命运 被五行破灭剑芒吞噬 粉身碎骨而死 呼吱 呼吱 灭杀六人后 身负重伤的弹云 呼吸逐渐变得急促起来 口腔中一股股血液不停地喷出 洒落虚空 血液 极度的血运感袭入脑海 谭云清楚自己如今的身体状况 糟糕透顶了 随时都会陷入昏迷 他咬破了舌尖 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 回首死死地盯着柳凤 柳凤此刻依旧焚烧着祖黄魂 身负重伤的他 最终一边喷勃着血液 一边用尽了全身气力 颤巍巍地起身 望着谭云的眼神中 丝毫没有恐惧之色 有的仅仅是杀意 谭云双目凶狠 虚弱之音中 蕴含着无尽的愤怒 很遗憾 让你失望了 老子没死 现在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柳凤置若罔闻 他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 眼神中流露出 誓死如归之色 低声自语道 米师姐 对不起 你让我把谭云人头 给你带回去 我要让你失望了 不过你放心 虽然 师妹我无法带着 谭云的脑袋回去 但是 我会杀了 他为你弟弟报仇 也 也为了我的师弟 赵远龙报仇 话音腐落 柳凤苍白的额头上 徐徐突起 望着这一幕 深感绚运的谭云 被吓得瞬间清醒 谭云几倍发寒 一双巨铜中流露出 无法遏制的惊恐之色 谭云 就算我死 也要拉你垫背 你是逃不掉的 我自曝八尊祖皇太的威力 足以摧毁方圆 十万仙里内的一切 柳凤像是疯了一般尖叫着 禽手急速暴涨起来 操 谭云声嘶力竭地呐喊道 金尼 沐星 清盈 你们快解除剑阵 跟我逃 这一刻 尽管谭云不清楚 柳凤化的真假 也不知道祖皇进八重的神 八尊祖皇太自曝的威力有多强 可他却知道 身负重伤的自己若不逃 绝无生还的可能 谭云呐喊过后 忍着浑身剧痛 体内祖皇之力滚滚而出 拼命地朝前方虚空飞去 与此同时 金尼等十一柄鸿神剑 和谭云手中的鸿蒙式神剑 一股脑地钻入了谭云眉心 此时的谭云已然忘记了伤痛 忘记了所有 脑海中唯有一个念头 便是逃 只有逃得越远 生存的几率才会大一些 呼吸间 山月般的谭云已逃到了一万千里之外 轰隆 轰隆隆 柳凤禽手膨胀中爆碎开来 历时 他尸骨无存 一团恐怖至极的能量风暴 带着崩塌的夜空 宛如一轮漆黑的焦阳爆碎开来 一时之间 天崩地裂 那恐怖的能量风暴 急速朝四面八方吞噬而去 锁过之处 虚空纷纷沦陷 下方一条条龙脊般蜿蜒灵循的山巒 化为乌有 本章完 第2005章 夜遇一人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与木 柳凤八尊祖黄胎 自爆的能量风暴 急速朝谭云逃亡的方向延伸而去 呼吱呼吱 身负重伤的谭云 气息紊乱 口腔不停地喷出血液 他心中默念着逃离的距离 三万千里 五万千里 八万千里 九万千里 当谭云逃出柳凤自爆之地九万五千千里时 感到身后虚空中 一股强横的气息席卷而来 在那刚猛的气息下 谭云后背皮肤 如同陶瓷板碎裂 血液缠缠中脱离了身体 露出了森森击鼓 谭云凌空逃命中 潜意识地回首 当看到眼前的景象时 心中暗道 完了 这次恐怕真的要挂了 但见 谭云身后虚空中 那自爆的能量风暴 带着一方方崩塌的漆黑虚空 朝谭云吞噬而去 啊 谭云发出一道痛苦的虚弱之音 便失去了知觉 夜色下依稀可见 谭云山岳般的身体 被能量风暴轰重后 立时失去了意识 随着谭云昏迷 他身体皱缩 变成了正常人身高 在能量风暴的冲击下 谭云双臂 双腿 几乎全身百分之八十的血肉 被撕裂的粉碎 而他五脏六腑 布满了触目惊心的伤口 几乎要破碎 伤势之重 是谭云从凡人 直到现在无数次受伤中 能排前三 很快能量风暴消失了 但那狂烈的余威 却带着谭云 光速穿梭在夜空中 一个时辰后 夜余深 夜朦胧 心朦胧 点点引火 照夜空 人族星域东方 风鸾叠杖的深处 薄雾流云 徐徐如动 和浓郁的天地神源 交织在一起 使得一座 四面环山的神谷 愈发美轮美奂 这座方圆十万丈的神谷中 水雾滚滚弥漫 隐约可见 水雾下方 是一处内有天然温泉的湖泊 此谷便是天门神宫的禁地 神谷湖 唯有一人可以进入 那便是天门神宫 四大美女之一的公主 方子曦 除了她外 任何进入沙无涉 这时 这座静谧的神谷湖上空 响起一道天籁之音 山剑浮云起 银月朦胧夜 好美的景色 旋即 四面风鸾叠仗的神谷湖上空 一名少女 从星空中 朝湖面身姿优美飘落 少女约莫二八方陵 身材窑窍 一席绿罗烟丝纱裙加身 她肌肤如雪 禽手 珠唇 背齿 三千青丝随风舞动 素腰盈盈一握 仿佛一阵急风吹过 便会折断似的 朦胧的夜色 依然无法遮挡她貌美不可方物的容颜 美得惊心动魄 美得只能感叹造物主的神奇 她不是别人 正是天门神功公主 方子曦 傻傻 勾人心魂的微弱之音响起时 方子曦凌空飘落时 弱弱无辜的御手 将树腰间蝴蝶结轻轻一拉 长裙脱落宛如彩色丝带 飘向岸边的岩石上 她柔弱无辜的郊躯凌空一旋 舞姿优美中 白色蟹衣飞离了身体 旋即 她俯冲而下 带起一朵朵晶莹剔透的水花 潜入了雾气蒸腾的湖水中 开始嬉戏起来 这一刻 她退去了公主应有的伪装 像是一个清纯的少女 感受着湖水的亲吻 嬉戏 好舒服 她如同自由自在的鱼儿 在湖水中游动着 和四周的夜景 勾画出一幅 以夜玉依人嬉戏图 她并不担心有人闯入 因为 她是公主 乃是跺跺脚 整个四周神域 都要颤抖的神 一阵嬉戏过后 她闭目凝神 阳躺在湖面 夜光下依稀可见 她是那么的令人心动 是那么的美艳无双 一阵强烈的气流 自苍穹中朝湖面席卷而来 吹得山间树叶 稀里里飘落 她依旧未睁开双目 她没有丝毫的在意 在她看来 只是风大了一些而已 然而接下来的发生的一幕 让她处于女人的本能 发出了一声尖叫 却是一股血腥味传入她肺腑 她猛然睁开美眸时 但见一名面目全非 惨不忍睹 且几乎只剩下骨骼的男子 带着水花湖水 刚好坠落在 自己一丝不挂的身体上 啊 方子熙见识一个男人 在自己怀中 她发出一道尖叫 旋即 带起一股水花 腾空而起 悬浮在湖水上空 方子熙招手间 岸边的白色蟹衣和长裙 急速飞来 眨眼间 便更衣结束 方子熙想到 方才一个男人碰到了自己身体 她羞怒交加 方子熙冷声画霸 不见有何动作 但见 湖水中的弹云腾空而起 悬浮在了她身前 嗯 方子熙额眉微微一挑 蓝蓝自语道 她只是祖王晋三重的内门弟子 怎么会到了这里 别人追杀 还是其他原因 看在你昏迷不醒 没看到本公主身体的份上 本公主就饶你一命 话罢 方子熙玉璧轻轻一扶 一股柔和的力量拖着谭云 将她送到了岸边 方子熙裙脚飞扬 飘落在岸边后 看着面目全非 已听不到心跳声的谭云 她额眉紧簇 在她看来 谭云一定是和同门违反公规私斗 或者谭云被人追杀 才生死不明 她身为公主 既然自己遇到了 便要询问清楚 究竟是怎么回事 方子熙释放出神识 开始查看谭云伤势 片刻后 她收回神识 摇了摇擎手 背齿倾起叹息道 死人和敌人厮杀时 自焚了祖王魂 如今祖王魂几乎泯灭 她心脏破碎 其他脏腑也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 已无力回天了 方子熙清楚 以谭云的伤势 根本无法承受任何丹药的药 简而言之 任何丹药都不能给谭云服用 否则药性会让谭云彻底死亡的更快 扑通 就在方子熙认定谭云必死无疑时 忽然 一道微不可闻的心跳声 从谭云体内传出 嗯 方子熙美眸中流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在她看来 以谭云受损的心脏 是不可能会传出心跳声的呀 扑通 就在这时 一道微弱而无力的心跳声 再次从谭云体内传出 这一次 她确信自己没有听错 她急忙释放出神识 侵入谭云体内 当她接下来 看到谭云体内的变化时 她震惊万分 本章完 第2006章 否则你就死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方子熙通过神识发现 谭云体内原本已破裂的心脏 竟然奇迹般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徐徐愈合着 不仅如此 她还发现 谭云其他脏腹 也在恢复着 好强悍的恢复能力 方子熙美眸中流露出 无法遏制的震撼之色 她究竟是何人 为何恢复能力如此恐怖 方子熙记忆中 就算是遥远的过去 不朽古神族还未灭族时 伤势恢复速度 也不如谭云 她怎能不震惊 没想到本公主的天门神宫 会有这样的弟子 方子熙低声自语间 鲜鲜玉纸上的祖戒 荧光一闪 一座绣针的戒子 时空祖塔飞出 自胡盼 便化成一座 高达百丈的精美祖塔 不见她有何动作 躺在草地上的谭云 轻轻漂浮而起 飞入了祖塔一层内 她进入祖塔 婷婷玉立于谭云身前 在她视线中 不仅谭云破裂的五脏六腑 开始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而且 就连谭云的骨骼 血肉亦是如此 她发现 谭云身上断掉的骨骼 亦是以极为缓慢的速度愈合着 在骨骼愈合的同时 骨生血 血生肉 她那时间两日后 谭云五脏六腑 已回复了九成 双手 双臂 全身失去的血肉 已重组完成 方子熙看着谭云棱角分明的五官 按道 此弟子长得倒是一表人才 看样子再过几个时辰 她便会醒来 她那时间 一分一秒的流逝 三个时辰后 衣衫褴褛的谭云 从表面看出了脸色苍白 没有血丝外 已然看不出有受伤的痕迹 谭云眼皮微微跳动 缓缓睁开了双目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陌生而精美的塔内空间 莫非我被人救了 我没死 谭云右手用力掐大腿 赶到大腿传来疼痛感后 她一跃而起 站在塔内放声朗笑 哈哈哈哈 我谭云没死 太好了 我没死 我没死 塔外 依旧是深夜 朦胧的月色下 方子溪冷若冰霜的朝塔内走去 没错 你没死 你恢复能力 很让我意外 谭云猛然回首 但见一名绝色少女 迎着月色 步步生连地迈进了塔内 好美的女子 谭云心中赞叹一声后 同时也发现 无法看出对方的修为 晚辈谭云见过前辈 谭云目光感激 双手抱拳 深深鞠躬道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方子溪说道 我也没有做什么 你昏迷后伤势严重 不能服用丹药 我只是把你带进我的祖塔罢了 谭云依旧面带感激 坦然道 晚辈还是要感谢您 正如您所言 晚辈昏迷后 若未遇到您 就算随便一只兽类 都能吞了晚辈 您对晚辈有恩 这是事实 方子溪点了点禽手 算是赞同谭云的观点 恩人 您叫什么 谭云问道 名字并不重要 方子溪说道 说吧 你在天门神宫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会伤得如此严重 闻言 谭云英俊的脸上 浮现了滔天杀意 心谋中寒芒避现 晚辈遭到人追杀 最终拼死逃脱 他们为何杀你 方子溪问道 为何 谭云苦笑道 报复我呗 有功归在 他们也敢对你动手 方子溪问道 谭云笑了笑道 在这个弱弱强识的世界 公归有什么用 你这时藐视公归 方子溪声音停静 心中对谭云已动了杀机 不不不 谭云说道 前辈您可别误会 晚辈可从未藐视过公归 晚辈的意思是 不待谭云话罢 方子溪冷冰冰道 把发生在你身上之事 如实说出来 否则 姑娘就以你藐视公归之罪 将当场灭杀 别别别 谭云急忙摆手 额头上浮现出细腻的冷汗 前辈您天生丽志 倾国倾城 一看就是好人 您别动怒 晚辈把事情告诉您便是 被一个弟子夸赞自己美貌 方子溪心中也有些舒坦 就算她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她也是女人 没有不喜欢被人夸赞美貌的道理 说吧 本姑娘听着呢 方子溪说道 好来 谭云应声时 明显发现自己夸赞对方美后 对方对自己杀意锐减 谭云脸色一正道 晚辈刚进入天门神宫十日 如今是四树心域太上圣老的童子 晚辈 等等 方子溪讹眉一条 你不是我公弟子 嗯 不是 谭云说道 我只是个童子 好了 你接着说 方子溪说道 是前辈 谭云如实道 晚辈在无极道观时 四树心域内门弟子 让晚辈帮他去神药星 采集神药 这也就罢了 还对晚辈骂骂咧咧咧 再说了 童子虽然还不如杂意弟子 可也没有义务帮他采集神药不是 方子溪问道 所以你拒绝了 遭到了追杀 那倒不是 谭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道 晚辈当时不仅拒绝了 还狠狠地揍了他压的 结果那弟子离开后 便找了一群内门弟子 对我动了杀心 我出来乍到 不想招惹麻烦 所以只是废了他们 里面有个人 就是四树心域执法长老的儿子 黄甫峰 因为 我伤了黄甫峰 内门执法长老黄甫中 便派出了姬无双 段儒 前去杀我 文言 方子溪美眸中流露出冷冽的杀意 若你说的是真的 黄甫峰之法犯法最佳一等 该死 对对对 谭云说道 前辈您说得太对了 这老东西 就是该死 然后呢 方子溪说道 你就遭到了姬无双 段儒的追杀 没 就凭他们两个 还不至于是我对手 谭云说道 当时姬无双 段儒把我骗出了无极道观 想要杀我时 段儒被我当场宰了 后来 我追着姬无双 知道又把她逼死为之 文言 方子溪冷冷地看着谭云 道 鞭 你接着鞭 据我所指 姬无双 可是四数星域内门弟子第一强者 段儒是内门第二强者 而你呢 只是区区祖王进三重境界 你也能杀得了段儒 必死无双 话即此处 方子溪冷声道 本姑娘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老实交代 否则你就死 本章完 第2007章 本公主需要你招吗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看着对方盛气凌人 杀意凌然的质疑模样 谭云很不爽 非常的不爽 在谭云心中 若非对方对自己有恩 若非对方实力深不可测 否则 自己的事 拼什么告诉他 不爽归不爽 不过谭云却丝毫不敢表露出来 前辈莫怒 谭云说道 前辈 晚辈还是给您看记忆影像吧 嗡嗡 谭云又闭一挥 释放出一盆神力 凝聚出了一幅记忆影像 旋即 画面不断地变幻 向方子熙讲述着 谭云这几日的遭遇 至于谭云布置鸿蒙图神剑阵内 和敌人对决时 涉及到谭云攻法的隐私画面 他并未凝聚出来 方子熙是什么人物 他自然将心中所想猜出 知道对方不想让自己知道 他攻法的秘密 他也没有去问 看着面前记忆影像中 不断跳转的画面 方子熙美眸中 透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看到了 四数星域内门第二强者 堂堂祖皇境大圆满的段儒 是如何被谭云雷霆击杀的 也看到了 正如谭云所言 是如何逼得姬无双 遭到了内门执法长老皇府中的杀戮 还有谭云轻而易举 灭杀谜语的一幕 他这才知道 谭云并未撒谎 可当他看到 谭云被精英弟子们 从四数星域追杀 进入了人族星域后一幕幕时 他才确信 谭云越级挑战实力 是多么的强大 尤其是 他看到最后身负重伤的谭云 逼得祖皇境八重的柳凤 自爆祖皇胎的一幕时 他内心的震撼可想而知 因为这意味着 祖皇境三重的谭云 拥有着匹敌祖皇境八重精英弟子的实力 谭云又闭一挥 记忆影像消散 他看着方子熙道 前辈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晚辈依照公规 把谭予杀了 却遭到了其姐姐米琴 派出精英弟子追杀晚辈 方子熙点了点情手道 谭云 此事我会给你主持公道的 就算米琴是四数星域精英弟子第一人 他犯的也是死罪 我会将他处死 还有四数星域内门执法长老皇府中 他也该死 从方子熙的口气中 谭云猜测 对方很有可能是人族星域中的圣女 否则不会有如此大的口气 至于公主 谭云压根没有往这方面想 在谭云心中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公主是男是女 若是男的也是老头子 是女的 那也是老太婆了 然而 谭云随后的一席话 令方子熙颇为意外 前辈 您为晚辈主持公道 晚辈很感激 您的心愿晚辈心领了 谭云说道 晚辈还请前辈 不要插手此事 为何 方子熙讹眉一条 谭云双拳紧握 心眸中流露出无法遏制的杀意 虽然他们触犯了公规 若前辈您出手 他们会死 可这不是晚辈想要看到的 这些仇 晚辈必须要亲自去报 听着谭云的话 方子熙美眸中流露出赞许之色 你确定 你就不怕 中途你成长时 对方会再对你动手 晚辈确定 谭云如实道 怕 当然怕 但是晚辈还是要这样做 原因 方子熙问道 谭云不假思索道 在晚辈过去度过的岁月中 除非逼不得已 晚辈不想自己的仇 被任何人插手 方子熙淡淡道 好 既然你如此有骨气 那我便不插手 我倒想看看 你将来能不能杀了米勤和黄斧中 话罢 方子熙仿佛想起了什么 道 以你越级挑战的实力 你很容易成为天门神宫内门弟子 你为何会选择成为童子 你以为我愿意吗 谭云哭笑道 如今天门神宫已不招收弟子 晚辈这才成为童子的 方子熙若有所思道 本姑娘若给你介绍一个师尊 你可愿意 愿意 谭云话音一顿 又摇了摇头 多谢前辈好意 不必麻烦了 为何 方子熙颇为好奇 同时 今日是方子熙多少万年来 第一次和一个弟子 谈话这么久 在方子熙看来 谭云拥有的越级挑战能力 绝对是整个天门神宫中第一人 他有意栽培 谭云情真意切道 前辈 我们太上圣老对晚辈不薄 晚辈不想离开四数星域 现在太上圣老一定知道晚辈失踪了 他应该会担心晚辈 晚辈该回去了 若还没有其他事的话 请容晚辈告辞 看着谭云 方子熙暗道 此人重情重义 很不错 暗存过后 方子熙道 好吧 你走吧 嗯 谭云点头后 转身迈出了足塔 忽然 他步伐一顿 回首望着方子熙 道 恩人 您可否告诉晚辈您的方明 将来若有机会 我一定报答你 方子熙微微一笑 清国清城 我不要你报答什么 所以 你也不用知道我的名字 我想 我们今后是会有机会见面的 文言 谭云洒脱一笑 你很美 心也很美 很高兴今日遇到你 你这个朋友 谭云交定了 今日之恩 我铭记于心 来日待我强大 我会照着你 有缘再会告辞 话音腐落 谭云化为一道光束冲天起 攀升到神谷湖上空后一顿 俯视中方子熙 道 前辈 返回四处 星域该怎么走 一路向西 方子熙说道 文言 急速消失在了浩瀚的夜空中 望着谭云消失的身影 方子熙脑海中萦绕着谭云的话语 今日之恩 我铭记于心 来日待我强大你 我会照着你 方子熙步步声连地来到湖畔边 月光下俯视着自己湖水中的倒影 嘴角勾勒出一抹名言笑意 还用你说 本公主当然美了 不过 本公主需要你照吗 三日后 四处星域 内门地狱 载空殿 殿门紧闭的大殿内 执法长老黄斧中 和内门大长老宰空 落座而谭 大长老 以手下看 谭云现在早死了 黄斧中笑道 嗯 宰空点头 迷惑不解 执法长老 这次我们并没对谭云动手 你说杀他的人会是谁 执法长老摇头道 按理说 既然不是我们 那便是精英弟子米晴 毕竟谭云杀了他的弟弟米宇 不过 也不能确定是他 谁知道 谭云是否还有别的仇家 在空 黄斧中二人谈话时 殿外响起了黄斧风之音 父亲 您在里面吗 在 进来吧 黄斧中又闭一挥 殿门打开后 黄斧风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喘息如牛道 父 父亲 那个该死的谭云没死 什么他没死 黄斧中豁然起身 语气质疑 是的父亲 千真万确 黄斧风雨气极其肯定 就在半个时辰前 有人看到这个杂碎 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四树心域 朝无极倒冠而去了 本章完 第2008章 绝无仅有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语目 这个小子命 怎么这么大 黄斧中横眉树纹 在所有人认定他必死无疑时 他居然活着回来了 啪 宰空想到最气重的青传弟子断如的死 他气得将手中酒杯摔得粉碎 力声道 不管这个杂碎 这次为何没死 本大长老都要弄死他 大长老 您先消消气 黄斧中说道 谭云这次的事 已经动了太上圣老 既然这次他活着回来了 那我们暂时就不能再动手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宰空问道 你可有什么妙计 属下妙计倒是没有 不过却有一些计划 黄斧中横侧侧地道 说来听听 宰空说道 黄斧中横侧侧道 大长老 百年后四数博弈 我们四数心欲必输 届时 四数心欲都没了 我们随便找个机会 就能把谭云灭了 百年时间 对于我们而言 不过也就是谭指一顺而已 我们等得起 还有 您也应该看出来了 太上圣老已派人找属下问话 他已怀疑 我有杀谭云的动机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 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听后 宰空点头赞同道 如今的局面也只能如此了 那就让谭云再多活百年 百年后 再将他碎尸万段 为我徒儿报仇 两个时辰后 夕阳西下 早已换了一身白袍的谭云 凌空飞行中 即将抵达无极道观时 一名身穿青色长袍 胸前刺绣着核心二字的男弟子 凌空挡住了谭云去路 笑道 你是谭云吗 谭云看着轻袍男子的装束 便知其是四数星域 足递进的核心弟子 是的前辈 谭云抱拳道 晚辈正是谭云 您怎么认得晚辈 呵呵呵呵 青袍青年笑道 如今在四数星域 可没有不认识你人啊 你失踪的这些天 太上圣老一把你的模样 告诉了所有弟子 让所有弟子若发现你后 要相助你 文言 谭云心中争腾起一股暖流 没想到这老头对自己如此好 青年弟子叮嘱道 谭云 既然你活着回来了 那就快去四数福禄 给太上圣老报个平安吧 晚辈明白 谭云拱了拱身 掉头朝四数福禄飞去 半个时辰后 四数福禄 四数圣殿 圣殿内 七名青年 两名女子站在道坤身前 九人皆是道坤的青传弟子 亦是四数星域的圣弟子 新兵玄依旧紫沙遮面 他美眸中流露出一抹复杂之色 看着道坤道 师尊徒儿和师兄师姐们 四数星域找了几遍 可没有任何人发现谭云的踪迹 徒儿觉得 谭云已不在了 这时 新兵玄的八师姐苗清清 眼神中流露出丝丝寒芒 道 师尊 谭云越级挑战的能力 和他牢记至高祖界神药 炼器材料之事 九师妹已告诉我们了 毫无疑问 谭云是个天才中的天才 他是您的童子 却被人如此肆无忌惮地灭杀 您一定要帮他报仇 大师兄习同海附和道 师尊 轻轻说得对 只要您下令 徒儿立即调查皇府中 米勤 若和二人有关 就杀了他们 师尊 大师兄说得对 没错 师尊 您下令吧 道坤的另外六名清传弟子 纷纷附和 好 大富翩翩的道坤 双目微眯 沉声道 现在为师宣布 立即调查 不带道坤化罢 四数圣殿外 响起一道恭敬之音 晚辈谭云 有事求见太上圣老 闻言 新兵玄默然回首 当发现的确是谭云 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殿外时 美眸中流露出划过一抹激动之色 谭云 你没死 在新兵玄心中 他也不知为何 有些在乎谭云 他每每想到 数日前 谭云在无极道观 完成自己断定 绝对完不成的三个时辰 将所有神药 炼气材料 都能刻会撰写完成时 他会感到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 谭云 好小子 你真的没死 习童海朗笑道 谭云黑黑一笑 晚辈的命硬得很 没有那么容易挂掉 哈哈哈哈 道坤苍老的大笑中 蕴含着赞许之色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啊 谭云 快进来和老朽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谁想要杀你 晚辈遵命 谭云收起笑容 迈入了四树圣巅 朝道坤微微躬身道 回禀太上圣老 是四树心域精英弟子第一人米琴 派十二名精英弟子 想杀晚辈 为他弟弟报仇 果然是他 新兵悬眸子里流露出一抹杀意 杀你的那十二人呢 道坤脸色阴沉道 谭云 你不用怕 告诉老朽 老朽为你做主 多谢太上圣老好意 不过不必了 谭云说道 不必了 是何一 道坤白眉一皱 因为晚辈 已将他们全部杀了 谭云此话一出 不亚于一枚惊雷 丢入众人耳中 什么 你把十二名精英弟子都杀了 习同海震惊道 他们都是什么境界 谭云如实道 赵远龙 柳凤 是祖皇境八重 除了二人外 还有两名祖皇境七重 祖皇境六重五人 祖皇境五重三人 文言 星斌悬并未说话 可他望着谭云 却是娇躯一颤 美眸中流露出 不敢置信之色 哇塞 苗清清上前一步 近距离瞅着谭云 像是看着怪物一般 嘖嘖 谭云啊谭云 我很怀疑 你是不是人哦 老实交代 你是何方神圣 竟以祖皇境三重 杀掉这么多祖皇境的 精英弟子 不仅苗清清如此想 包括道坤在内 所有人亦是如此 他们之前倒是听说了 谭云以祖皇境三重 而灭杀四数星域内门第二强者段儒 又追的第一强者姬无双 仓皇逃命 他们本以为 谭云能做到这些 已是天才中的天才了 可万万未想到 谭云真正越级的能力 已恐怖到了如此境地 道坤上前一步 抬起右手 重重地拍在了谭云肩膀上 浑浊的眸子里 透露出发自心灵深处的震惊与赞许 谭云啊谭云 你可知道 你如此恐怖越级挑战的能力 在天门神宫二十亿弟子中 绝无仅有 本章完 第2009章 圣池天山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宇木 道坤拍着谭云肩膀 慈祥儿笑道 谭云 老朽相信 你早晚会有一天一飞冲天 你不是池中物 谭云恭身道 太上圣老 您抬举晚辈了 晚辈受宠若惊 哈哈 老朽看你 可是镇定得很啊 道坤看着不骄不躁的谭云说道 谭云皱了皱鼻子 并未开口 这时 道坤的七弟子 李红忽然想到了什么 脱口而出道 师尊 九万年后 便是三大星域弟子争夺战 只要谭云在九万年内刻苦修炼 届时 以他越级挑战能力 不仅可以在三大星域内门弟子中夺魁 还能同时在三大星域精英弟子中夺魁 如此一来 我们四数星域弟子 便可前远古火域寻找火种了 对于我们四数弟子 火种真的太重要了 李红说着说着 似乎想起了什么 脸上的激动之色荡然无存 旋即变得失魂落魄 他之所以前后反差如此大 是因为他知道 百年后四数星域便再也没了 根本等不到九万年后了 李红神色黯然时 一旁的谭云 却是身体一震 眼神中闪过渴望之色 看着新兵悬问道 圣女前辈 远古火域中有很多火种吗 嗯 的确有很多 可惜 新兵悬怅然道 可惜没有机会了 听着新兵悬的话 道坤浑浊的毛子里 流露出意识充满了不甘 谭云不由地握紧了双拳 暗存道 不管百年后四数星域在不在 我都要在九万年后 想办法进入远古火域寻找冰属性 火属性火种 给鸿蒙冰雁 鸿蒙火焰吞噬 增加他们威力 在谭云暗存时 道坤说道 好了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了 同海 你立即前往精英秘境 处死米奇 习同海恭敬道 徒儿遵命 故而告退 等等 这时谭云开口了 谭云 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习同海笑道 走 我带你去 前辈 我不是这个意思 谭云化霸 转身朝道坤鞠躬道 太上圣老 还请您当做此事 不知可否 晚辈 想今后首任仇人 请您给晚辈一个机会 道坤破意外 你是认真的吗 回禀太上圣老 晚辈是认真的 谭云重重点头 那好吧 老朽期待你 今后的表现 道坤说道 百年内老朽并不准备炼丹 炼气 而你留在无极道观也不安全 道坤化极此处 看向九位弟子道 这样吧 你们谁暂时缺少打杂的 便让谭云帮你们吧 如此一来 他跟着你们其中一个人 为师也不担心 他在被人暗算 闻言 西东海说道 师尊 我那里不缺人手 我也不缺 苗轻轻说道 其他弟子 亦是如实所说 这时 新兵玄开口了 谭云 你跟我前往圣池天山吧 是前辈 谭云应声时 忽然发现 包括道坤在内的师徒 几人都面露古怪之色 他们什么表情 谭云心中迷惑时 苗轻轻看着新兵玄嬉笑道 嘖嘖 老天哪 九十妹太阳 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你居然同意男子 长期住在你的圣池天山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哦 新兵玄白了苗轻轻一眼 道 八世俭 百年后 三大新玉四数博弈 就要开始了 我想在百年内 潜心钻研丹 气两术 争取到时候能帮上忙 而我后山上的万圣罗兰花 需要人照看 故而 我就让谭云去 有问题吗 嘻嘻 没问题没问题 苗轻轻调皮而笑 好了 听为师一言 道坤深疏口气 扫视九名弟子 神色肃穆道 即便我们清除百年后 四数博弈会败给人族新玉 兽族新玉 可你们 在百年内也要努力 不为别的 只为戒士不要输得太惨 记住了吗 新兵选九人一口同声道 徒儿谨记师尊教会 嗯 道坤拜了拜首道 都散了吧 徒儿告退 九人化罢 转身迈出了大殿 见谭云未离开 道坤白眉一皱 道 你怎么不走 嗨嗨 谭云皱了皱鼻翼 道 太上圣老 您答应过 从公主那里回来后 会把四数秘点 四数心得给晚辈参悟的 呵呵呵呵 你不说老朽倒是忘记了 道坤面带微笑 祖界闪烁间 两眉散发着剧烈空间波动的预见 悬浮在了谭云身前 谭云将四数秘点 四数心得收入祖界内后 目光感激道 多谢太上圣老 嗯 道坤脸色一正道 谭云 发誓吧 谭云右手画剑指树立 朗声道 我谭云发誓 绝不把四数心欲祖师爷的四数秘点 四数心得 给任何人观看 若违背誓言 当即死亡 嗯 道坤点了点头后 道 好了 你走吧 晚辈告退 谭云遏制着澎湃心情 迈出了四数圣殿 谭云走吧 新兵悬祭出神舟 掠上了上去 是前辈 谭云足间点的飞上了神舟 新兵悬驾驭神舟 载着谭云 驶入了天际尽头 新兵悬驻足神舟前沿 眺望着这星河 动听之音响起 谭云 虽然你只是祖王晋三重 但是这段时间在你身上发生的事 让我你感到敬佩 谭云微微一笑道 前辈 您过奖了 一阵急风吹过 吹乱了新兵悬的发丝 他抬起千千玉手 屡顺耳畔的发丝 徐徐回首 望着谭云道 今后就叫我方师姐吧 前辈倒是显得我老了呢 好的方师姐 谭云笑了笑 点了点头 在接下来的一个时辰飞行中 新兵悬和谭云 没有任何的交流 晚霞染红了西天 显得格外的唯美 这时 神舟朝下方的如梦如幻的山巻间 急速下坠 谭云俯视而下 但见下方一座神山 如同卧躺的女子 在神山之巅 飘凌着片片雪花 一滩波光灵灵的池水 嵌在疯癫之上 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美 此山便是新兵悬的修炼之地 圣池天山 本章完 第2010章 参悟四数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神舟稳稳飞落圣池天山之巅 谭云二人下了神舟后 新兵悬探出一根仙仙玉纸 指着不远处 一座古色古香的楼阁 道 谭云 那里 是我闭关之地 没有我的允许 已不得进入一步 记清楚了吗 嗯 谭云应声时 隐隐觉得 新兵悬的楼阁 散发着若无的时间 空间气息 暗存道 看来这座楼阁 并不是普通的楼阁 而是借子时空法宝 谭云 你跟我来 新兵悬留下一句话后 带着谭云来到了后山 引入谭云眼帘的一片花的海洋 谭云 这些花筒称为万圣罗兰花 我告诉你 如何培育 在接下来的百年内 便交给你了 新兵悬画坝 正要向谭云讲解培育之法时 谭云笑道 方师姐 我知道如何培育 在低等宇宙中 万圣罗兰花很多 我也比较熟悉 你安心闭关便是 他们就交给我吧 新兵悬点了点禽手道 嗯 旋即 新兵悬画为一道残影 消失在后山 谭云看了看花园 自言自语道 在我的培育下 我培育你们一次 你们百年内便可愈发娇艳 正好我也要参悟四数祖师爷 留下的四数秘点 四数心得了 笃定主意后 谭云便开始释放出五行之力 柔和地注入到突然内 开始培育万圣罗兰花 直到深夜 谭云才培育结束 旋即 他在后山花园旁 祭出了极品神尊 十空神塔 进入其中 盘膝而坐一层地上 嗡嗡 虚空如水涟漪中 谭云迫不及待地 祭出了四数秘点 四数心得 谭云带着亢奋之情 释放神识 率先进入了四数秘点那时 发现神识如法进入 嗯 谭云迷惑不解 不断地尝试 然而 四数秘点预检也好 四数心得预检也罢 自己根本无法操控神识进入 这是什么原因 谭云眉头紧锁 自语道 莫非是在介子 十空神塔内的缘故 想到这里 谭云不得已迈出了神塔 盘西而坐在天地神渊阴云的花园旁 谭云招手间 塔内的四数秘点 四数心得预检 飞出了神塔 悬浮在谭云身前 而后 神塔咒缩 化为一道光束 钻入了谭云阻界之中 哈哈 成功了 盘西而坐的谭云 心潮澎湃 却使他释放出神石 毫无阻力地 侵入了四数秘点 这一刻 谭云发现自己 自行进入了冥想 仿佛来到了一片虚幻的灰蒙蒙空间中 这是 谭云舒然瞪大了双目 在他视线中 隐约可见 屹立着一尊高达百丈丹顶 在丹顶左侧 万丈处屹立着一尊炼气炉 在炼气炉的左侧 还有一张散发着荒谷气息的石台 石台上搁置着堆积如山的符纸 在石台左侧 有一片偌大的空地 空地上依稀可见有几根阵机 就在谭云迷惑时 灰蒙蒙的虚空中 浮现出一行行字迹 通过字迹谭云得知 划分四数造诣的级别 谭云清楚 如今自己四数造诣 在至高阻界级别分别是 圣阶至尊丹师 圣阶至尊弃师 圣阶至尊弗师 圣阶至尊师 在至高尊丹师之上 依次是 祖丹师 祖皇丹师 祖地丹师 祖圣丹师 道丹师 道神丹师 道王丹师 道皇丹师 道地丹师 道圣丹师 最终是道祖丹师 至尊弃师之上 依次是 祖弃师 祖皇弃师 祖地弃师 祖圣弃师 道弃师 道神弃师 道王弃师 道皇弃师 道地弃师 道圣弃师 道祖弃师 至尊弃师之上 依次是 祖弃师 祖皇弃师 祖地弃师 祖圣弃师 至尊阵师之上 依次是 祖阵师 祖皇阵师 以此类推 四数每个等级 又分为 低阶 中阶 高阶 圣阶 低阶可以炼至下品 中阶炼至中品 高阶炼至上品 圣阶则 而令弹云震惊的是 四数星域祖师爷的四数造诣 分别达到了 道圣弹师 道圣弃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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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 在这四数等级之上 也就只剩下了 道祖弹师 道祖弃师 道祖弃师 道祖弃师了 简而言之 亦是说 四数星域的祖师爷 四数造诣 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弹云怎能不震惊 好 太好了 弹云激动得浑身发抖 同时 弹云通过方才浮现的字迹 还得知 适合各种境界服用的丹药 使用的法宝 攻击的祖符 杀敌的阵法 四数星域祖师爷 都会通过详细的影响投影 在预解内重新炼制一遍 当然 炼制过程的画面 是以十万倍的速度跳转 呈现在弹云面前 之所以如此 弹云也理解 比如 四数星域祖师爷 炼制一如适合祖圣境的丹药 需要十万年 总不能自己 就傻不拉几地等十万年 在此参悟观看吧 同样 弹云也明白 正是因为画面呈现出的速度 快了十万倍 故而 即便四数星域祖师爷 留下了炼制每种丹药 法宝 阵法 福德心得 依旧无人能完成参悟透彻 弹云深吸口气 至地有声道 我弹云 能遇到新兵玄 进入四数星域 得到四数秘点 四数星得 这便是我的造化 无论如何 我都要参透四数 得到四数星域祖师爷的传承 想到这里 弹云退出了冥想 释放神识 进入了四数星得预检 之所以弹云退出四数秘点预检 而进入四数星得预检 是因为弹云决定 先死记炼制各种丹药 法宝 福 阵的心得 将这些心得 储存到自己脑海深处 然后 再通过冥想 进入四数秘点预检 开始配合心得 观察四数星域祖师爷 炼丹 炼气 炼福 炼阵的过程 如此一来方能事半功倍 此刻 弹云进入冥想 进入了四数星得预检内 但见自己 身处于无穷无尽的自己海洋中 首先映入眼帘是 关于各种境界时 所需要的丹药 弹云发现 各种丹药加起来 共有十万九千种之多 而福的种类 则达到了八十万多种 阵法的种类 也有三万多种 各种法宝的种类 更是达到了上万种 意思说 四数星得内 记载着四数星域祖师爷 炼制丹 阵 气 福的各种心得 同时 也说明四数密点中 四数星域祖师爷的影响投影 会将四数星得预检中 记载的所有种类的丹 气 福 阵的炼制过程 都会一一浮现 弹云深知 自己要做的 便是牢记所有心得 然后 再通过冥想 进入四数密点预检内 和四数星域祖师爷 投影所炼制的丹 气 福 阵所对号入座 以此来参悟四数精髓 提升自己四数造诣的级别 本章完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